倘若你是一名警察,在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之后,前往了案发公寓,在抵达之后,发现屋中的血泊里,躺住两个人,且为一男一女。 你会有什么想法呢?好怕怕!想必很多人估计,会化身为名侦探柯南,试图猜测这起凶杀案的来龙去脉。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,这起凶杀案在13日发生在冲绳县北谷町的公寓。 当天早上7点25分,赶往现场的警察,确认这对男女已经死亡。 目前,死者身份已经初步查明。 男子位住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2岁男队员,女子为44岁日本当地居民。 日本警方还透露了具体案发现场细节。 两人倒在卧室的床上,身边发现刀具。 现场没有外部闯入的痕迹。 屋内还有女性死者的小女儿。 好在没有受伤迹象。 警方称,男子从12日晚上,就待在事发屋内。 两人可能有过交往。 事发后,日本外务事务次官秋叶刚南13日,致电美国驻日大使哈格蒂。 并提出抗议。 要求美方协助调查,整肃刚记,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而哈格蒂给出的回应,却是深表遗憾。 将会将强管理。 以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的官方套话,令人深感心寒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凶杀案,住在附近的居民和附近酒店的住客,纷纷表示十分的震惊。 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地知道真相,这样自己的生活会重新变得平静起来。 当然,这样的疑似情杀事件,在昼日美军中层出不穷。 去年11月额,美军恒田基地的一名35岁,名叫尼古拉斯沃勒维勒美军上市在自己的公寓里音乐发了女友,并对其提出了分手。 接住就被自己的日本女友拿住菜刀割喉。 最终尼古拉斯因为失血过多身亡,而本来想住一起割喉殉情的女友,却临时变怂了。 并没有对自己下手,因为冲绳岛上驻日美军坠机、QJ、抢劫、酒驾等种种劣迹行为。 使得岛上的民众没有了安全感,同时对美军十分的不满。 甚至举行抗议要求驻日美军离开冲绳岛。 在今年2月,迫于压力,日本政府希望将冲绳岛上的美军基地从市区转移到近郊。 但是冲绳岛上的居民,可不是好糊弄的。 他们自行举行了公投。 以70%的反对票,拒绝了驻日美军的曲线救国。 虽然他们的公投,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。 但是还是给日本政府和美军方面敲响了警钟。 这种情杀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,在于这些驻日美军十分的寂寞。 为了撩骚甚至隐瞒了婚史。 这些日本女子,只是被那些驻日美军当作自己的姓。 半。 吕罢了。 最后被分手或是发现自己被骗了的日本女性,和被揭穿的驻日美军,往往都选择了最极端的一条不归路。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,迫于民众压力进行的抗议真的有效吗? 有资料显示,自从1972年,驻日美军在此犯下的罪行,已经高达5000多起了。 至于怎样做才能给民众一个令人信服的处理结果。 日本政府心里没点事儿吗?